下雨天送小朋友上课或是打扫家里 这些事在家都谁做得多 根据卫福部调查 有偶妇女每日无仇照顾时间 是配偶的三倍 我们台湾传统的家庭教育里面 可能还是以男性为优的这个想法去做教育 所以很多家庭的那个分工的部分 通常都会请女儿啊 请妈妈去做 然后等到这小朋友长大之后 你会呈现的就好像男生是不用做家似的 卫福部2019年调查 有偶女性无仇照顾时间达到了4.41小时 配偶或同居伴侣每天花1.48小时 已婚妇女花的时间达到了三倍 有偶妇女所花的时间 最多依序是作家室2.22小时 照顾未满12岁的孩童1.68小时 照顾65岁以上的家人0.28小时 照顾12岁到64岁的家人0.14小时 2019年的总照顾时间 跟2016年的3.81小时相比 还多出了36分钟 专家表示社会的观念认为 家务应该由女性来承担 照顾长辈的时数增加 也跟高龄化社会有关 呼吁先生们要多参与家庭事务 有助于提升婚姻品质 记者林郑坚王一仲台北报道